看看新闻榜 我们都在等导演的时间 因为他们筹备需要很长时间 作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好多人现在还会记得 当初《投温自地》中的经典片段 当时的周董虽然演技尚且青涩 但是因为有众多粉丝的力捧 和周杰伦的卖力出演 电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 当时街头巷尾年轻人热议的话题 所以我自己很紧张 那个刹那君觉得脑筋真的是一片空白 然后车这样360度这样 装那个护人 不是 如果没有护人就掉下去了 看起当年出演电影的经历 周董还是记忆犹新 而除了曾经为了拍电影 差点多了小命外 其实周董还与女主角 来了一场海边戏份 而当时还是小鲜肉的周董 也在戏里大秀起了肌肉 拓海 你身上这么多大 这 这伤是 我爸打的 那有没有对周杰伦的身上的肌肉 给吓到 没有 现在都没了他 只是一段时间 那现在多吃就没了 当年周杰伦 宇文乐在拍电影时 还是20来岁的毛头小伙 如今却都已迈入了15级的行列 只不过对于老粉丝们来说 想要看到这部电影 还要多冷一会儿了 现在很难跟他说是什么时候 反正 反正 不会是今年的事 因为 因为我党戏已经排到明年了 所以今天也应该不会拍得到 明年也就是2015年 距离2005年的头文字D 刚好十年 如果明年真的能够在大荧幕上 见到这部电影的第二部 还真的挺有经验意义的 比赛新的地 周董还是老得好 比赛新的地